巫师缓缓翻开 还在熟睡中的女人肚子 接着拿出一瓶诡异的瓶子 将红色液体倒在脖子上 但女人却没察觉 这时巫师摘下了帽子 二岁瞬间被惊醒 此时巫师嘴里默念咒语 女人的肚子不断变大 而外面的牛也有了感应 于是巫师再次加大力度 牛的肚子越变越大 熟睡的男人被惊醒 但只能看着孩子被夺走 随着巫师最后的操作 婴儿已经跑到牛的肚子里 随后巫婆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将牛身体内的孩子拿出来 准备用火烧死 但此时路过的放牛牧民 看见这诡异的一幕 然而巫师却拿出一个烧红的烙铁 一把按在婴儿的手上 婴儿的啼哭声一下被牧民听到 就在巫婆准备将婴儿送去西北时 牧民拿着一柄飞镖制止对方 接着小心翼翼地朝着女巫看去 却发现对方已经消失不见 老头立刻转过身 一个身材曼妙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背后 就在巫婆准备进攻时 牧民直接用刀刺进她的肚子 随后将巫婆要杀死的孩子救下 很快男孩就长大成人 可牧民没想到男孩能和熊交流 但没过多久 一群官兵袭击了男孩的村庄 男孩刚上前就被直接打晕 这时的小白发现主人晕倒 立刻咬着他的衣服往安全的地方拖 但却被剑射中 小白强忍着剧痛完成使命 等强哥起来发现小白已经引恨西北 村庄也已经变成灰烬 无处可去的强哥要弄清自己的身世 在路上强哥遇到心爱的女人 但二翠却被丧彪抓住 就在这危机时刻 强哥手持着弯刀出现 一把刺进了丧彪的肚子 而强哥不但抱了杀青之仇 还和二翠过上了幸福生活 海苍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